似这么高级的两房 用蓝浴我觉得有点浪费 应该整个浸浴给他 你又觉得呢? 在香港启得新鸿鸡的天智片 有一些600多尺大两房的户型 深受家长客宣人 我们看看它的户型设计究竟是怎样的 是一间两房套的614尺 这个单位在市区里面很少见 因为它是两房套 即是你有两个小座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我自己就OK的 入门位 你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开放厨 为什么呢? 因为多了一个吧台 而这个吧台是超多功能 收入空间是超级旧 等于轻贵的功能 还有有吧台功能 上面可以放一些酒、酒杯 有空喝几杯 都挺舒服的 我自己会在这里做一个吊柜 吊一下酒杯在这里 厨房就因为有个吧台的缘故 它的桌面非常足够 蒸焗炉MIRROR的4个电池炉 唯一的缺点就是升盘特别小 这里就可以放一些电文煲 上面都有很大的收入量 这些单位真的超级旺 这些战略就相当舒服了 大的冰箱 基本上是够的 黑饭厅就相当长身和阔身 楼底就相当高 整个LDK的设计 令到厅就很通透了 因为去到high zone 它的楼底会再高一些 最高去到3米5 而这里也会有个隔音屏 隔音屏也挺重的 转过来 露台位大概31尺 然后同样有少少巴桌给你放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压子 整体来说就相当麒麟 基本上都是灰白色的格调 看上去就比较强骯髒 和弱眼一点 然后转过来这里 这间就是小睡房 有个隔音屏 而且是吊屏的形式 挺有趣的设计 这间两房就2米1乘2米 旁边就有一间study room 有窗 你可以封起它作为三房的设计 或者给主人房用 走过来这边 就有一个很大的主人房 整个空间相当幅浓 楼底相当高 基本上等于我两个人那么大 这里就是主人浴室 都是用淋浴的 像这么高级的两房 用淋浴我觉得有点浪费 应该做个浸浴给他 你又觉得呢?